这是一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产量世界第一 自1956年服役以来 已经发展出了四代几十种型号了 但除了最新一代以外 在这之前所有的响尾蛇导弹 略显夸张的T型唯一底部 都装着这样一个小齿轮 诶 它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 它呢 叫做陀螺舵 能够防止导弹发生滚转 从而有效地保证射击精度 诶 那么它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解释 首先 导弹是一个飞行器 跟所有飞行器一样 也是通过三个轴来进行飞行姿态控制的 拿飞机来举例 这三个轴分别是与记忆平行的横轴 垂直于地面的垂直轴 和穿过机身头尾的纵向轴了 我们可以通过操纵飞机的水平尾翼 垂直尾翼和记忆上面的负翼 来控制飞机在这三个轴上的姿态 从而实现俯仰 偏航和滚转 到了导弹身上呢 这几个翼并没有消失 只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 导弹依然还是要使用它们 来控制自己在空中的飞行 从布局上看 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尾翼控制 压翼控制 中翼控制和非常规控制 比如用推力矢量的发动机 在导弹前部装上 能够提供横向推力的小型发动机 有点类似于像猎鹰9号上面 用于调整姿态的冷气发动机 等等啊 而近距离空空导弹 通常采用的都是压翼布局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般尺寸都比较小 弹体尾部再装了发动机之后呢 根本就剩不下任何空间 来布置舵机了 于是尾翼就只能固定不动 控制姿态的中刃 只能往前放落在了压翼身上 但同样还是受制于窄小的弹身 舵机放不下太多 通常只能塞进去两个 来分别控制对称的两组压翼 也就是一左一右水平的两个压翼 和一上一下垂直的两个压翼了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当水平的两个或者是垂直的两个 只能同时同方向转动 而不能像飞机机上的副翼一样 像两个相反的方向插动时 这两对多面只能操纵导弹 做抚养和偏航运动 不能操纵导弹做滚转运动 这看起来有问题吗 只要上下左右的方向控制好了 不就能追着敌人满天跑了吗 问题大了 你想要是弹体不发生滚转还好 要是发生了 它靠什么来让自己回到原位呢 而要是回不到原位的话 抚养和偏航的操作 不也同样偏离了原位吗 原本是打算向左拐个弯 现在却拐到了左上 还能够追到目标吗 而导弹在空中飞 受到的干扰条件 那么多发生滚转 几乎是一定的 那可如何是好 哎 这就是响尾蛇导弹 原本面临的尴尬局面了 因为它也是一枚近战空空导弹 使用的也是压抑不拘 而它的化解之道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陀罗舵上面了 陀罗舵看起来像是一个齿轮 但实际上更像一个风车 它通过一根轴安装在尾翼的尾部 可以相对尾翼发生偏转 当导弹在空中 以2.5马赫的高速运动时 迎面而来的高速气流 会将陀罗舵里面的 陀罗垂的高速旋转起来 其转速最高可以达到 每分钟3万圈左右 于是在高速旋转之下 它就获取了一样特殊的本领 能够保持自己姿态不发生变化 好像也没那么特殊 每一个骑上自行车的人 同样也会被物理规律 加上这么一个外挂 所以回到装了陀罗舵的响尾舌上面 当它没有发生滚转时 陀罗舵与尾翼保持平行 两者合而为一 看起来就是一片完整的舵面 而当导弹受到外界影响 发生滚转时 不能动的尾翼自然会 随着弹生意气滚起来 但是高速旋转下的陀罗舵 却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原来的姿态 于是相对于尾翼平面 它就发生了偏转 形成了一个新的舵面 产生出一个新的力矩 这个力矩的方向恰好 跟导弹滚转的方向相反 所以能够抑制导弹的滚转 把之前转出去的给扭回来 超级巧妙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纯机械的玩意儿 只会在导弹发生滚转时 被动介入工作 极大的简化了导弹的姿态控制系统 可以说要是没有它 也就不会有满世界飞的响尾舌导弹了 当然这种陀罗舵 不光只是装在了前面基带的响尾舌上 在其他很多的短程空空导弹中 也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但是进入21世纪 这种略带妥协的技术 显然满足不了机动性更高的打击需求了 所以在最新一代的响尾舌X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缩大的尾翼已经缩小了好几层 陀罗舵也不见了踪迹 姿态控制的重任 已经交给了带有10辆推力的发动机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下次当你再看到导弹尾部的小齿轮时 应该知道它就叫陀罗舵了吧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